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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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南營那裡 我們拆了一個局出來 書記主教不要忘記 下場的時候轉回藍衣服 他們可以的 他們都可以的 都會這樣 那麼南營以外 我們都說 有些外隊馬 這場挺刻意 測試 我也要跑道買世界杯 而且我也有很大機會 入選 這場賽事看回名單 有的 有一批熟一點的側目相看 這類馬 甚至乎來過香港 是啊 其實上季來香港之前 不是贏完麥堅倫 我們還在想 那場披升好像 又不是很快被她偷渡 敵美小姐 又好像有些 乖乖地拿到這麼後來 追不到她 但後來我再在香港本 再看回 反覆看回那條影片 她的第五不是假的 她是拍著軍事出擊 而且她是早猛的 是啊 我們馬上看回那條片段 絕對不是假的 我也相信 因為她難度也挺高的 尤其是入彎之後 然後她在望空那裡 因為內檔的馬就賺了 因為很慢 她就走出去外檔 已經一早騎了 一早騎了 以為她沒有 她又不是會一直養著 一直繼續再上來 可以變成六三是軍事出擊 那隻馬幾厲害 大家都知道 是一直再撲鈞前面的 時事為王 東光環那些馬 尤其是留意這場賽事之後 在她隔離橙衣的 橡欄贏董事輩 六三的軍事出擊 就是香港金杯 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開玩笑的 她也是鄉島一級賽的盟主 我之前說的有點奇怪 為何會步跑這場 側目相看 因為看回香港盃 這麼厲害 她之前贏了馬堅良錦標 對她的地快 真的很有幫助 但如果地快 應該是跑傑貝哈達 還是跑重點 但為何會跑這個 目標第三名挑戰賽 去年她也是跑傑貝哈達 不過是跑第四 後來她決定轉戰 去跑世界盃 跑這個免水店 我覺得奇怪 但你又不要來 她真的在世界盃 都是跑第四 輸是輸得比較遠 但對著動物帶過來輸 是很合平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今年她借馬更進一步 我想早點集中去跑塔比塔 應該只會有好無遺 但我突然想到有一個可能性 亦有一 因為剛才我們看影片的時候 看麥通第二輪挑戰賽 那場側目相看 同主的多利德有份跑 但又跑得不好 會否因為原本是批多利德跑 但既然跑得不好 就側目相看頂上 揹著這件彩衣 唯有做戰投 而且這道路程畢竟比多利德更好 對嗎?多利德更好 一定是跑得比較長 對,這件彩衣 是多利德更好 那其他的馬 剛才提到的 其實藍營 我差點忘了拍頭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隻山貓 其實對上一場 好像突然跑得失去水準 但之前 他在美丹 其實跑過長的路程的賽事 認得很輕鬆 這隻是艾柏奔馬房 對,不是蘇萊 艾柏奔是哪位 就是艾薩朗 大家都知道 接了艾薩朗 因為被停賽了 扮演,吊燒牌照 艾柏奔就是頂上位 就是現在高多芬陣營裡的 第二號列馬師 我當時也說 其實艾柏奔 都是跟艾薩朗尼 對 如果艾薩朗尼 都要靠我的盡旁門左道 這位列馬師可以嗎 我也有點保留 但怎樣也好 這隻山貓 其實在牠手上表現不差 其實上一次就是上一場大敗 之前其實牠跑五至膠沙地 全部都贏了 很明顯是這些路程 或是這些場地的馬 但上一次我看不到有甚麼原因 因為牠很早打開了 牠都忘記了 期內沒有的 沒有的 牠跑得最好 贏得最輕鬆的那次 就是自己走在前面 是 也比較早一點 不是說是今年的賽季 再之前在Campton Park那邊跑 會否需要這件事 以及檔位的幫助 雙赤十二檔 也有可能 一路全程走外檔 但其他的馬力點 除了那些山貓 有些機會可能牠再跑一點 例如法宇春風、神聖衛士 騎士也好 一批是紀人安、一批是蘇明倫 不過一排排出外檔 怎麼看呢 外檔會有擔心 但這隻快與春風 我會待會再看牠 就是牠有一隻非常好鬥心的馬 牠贏了那些 有一場是三隻馬 另外那些 18隻、30隻 牠贏了那些賽事的馬 從來都不可以看小 這些馬是過渡離開 突然變身都不出奇 我想再加上 看不通的 或者是給大家看過的 就是毅力風 因為始終 山貓輸那場就是輸給毅力風 牠挺準確的 未必是很飆車 但經常都可以跑到前面的馬 好了,麥兄到這裡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麥通第三輪挑戰賽 我也是勇男等 勇男等 對…藍型的藍馬 我相信非洲傳說 也會是高多芬陣營的主力 但書記主教今年這麼勇 我想你跑第三輪挑戰賽 你也要預算他 我就是黃營 不過不是掛黑那件黃衣 是橘木雙胳那件黃衣 剛才有根有據 香港那場也有記憶猶心 再加上很有鬥心的快樂春風 這隻馬跑多馬的場合 一點也不怕 黃營的寶花石 真的是那件 神聖衛士 雖然它評分較低 但是上來的側身馬 到尾單之後就跑得不錯 又是能夠放在前面走 就是能力未見到的馬 加上的數命輪 它可以放在前面走 我們也會說爪王加油 你開頭看不起他 就是上下級 對… 有可能是這類馬 所以也可以看著他 也比較穩妥 好了,今集我們也談到這裡 當然要談談 究竟開跑時間是甚麼 要留意開跑時間 星期六晚上8時45分開始 有線電視63台將會現場直播 杜拜超級星期六賽物的七場賽事來香港 好了,今晚多謝我兩位拍檔 熊仔、豬仔和大家談了三場賽事 星期六晚上大家記得 幫你好好手打氣 留意開跑時間就可以了 下次的月陽直播賽事時間 再和大家在此論事 下集完 一見 下集完 已經請到下集完 今趁メイ 下集完